大家好 欢迎来到慧眼看中国 我是孙宁 今年这个中秋节的生意也真是邪了门了 你们说白酒卖不动了就算了 怎么现在连月饼都卖不动了 白酒卖不动还能说它价格虚高 但是月饼的价格也不算高啊 看看现在超市逛月饼的人还没有商户多 月饼第一品牌也绷不住了 绷不住了 现在我的车里装着满满一车月饼 像前两年在距离中秋节还有20天的时候 你要想买这个美心月饼 那价格是一天一个价 大家都抢着钉 抢着囤 谁囤谁挣钱 进货要多大的面子跟朋友打招呼才能分到一点 到手就是挣钱 到手就是变现 硬通货 今年不行了 朋友打电话来说7月份日期的 还有一万盒存货 问我能不能帮忙消化消化 中秋节是中国的传统节日 也是与中国新年几乎同样的重要的一个节日 月饼作为中秋节的必备品 本应是节前大约一个月销售就开始火爆的 但今年这个市场出奇的冷清 中国的月饼品牌繁多 但因为中国的食品安全问题严重 这几年香港的美心月饼在大陆可谓一枝独秀 有月饼第一品牌之称 一直到去年还卖的十分红火 可今年美心也遭遇了滑铁炉 这位经销商说 利润少了 大家都不想担风险了 自然而然销量就下来了 再加上今年的行情 除了商业疏通 人情世故 实在需要撑面子的客户才会买 普通人有多少真正会花300块钱买8个小月饼呢 网友留言说 月饼不是粮食 不是生活必需品 老百姓一穷二白 没地方挣钱拿什么消费 工资发不下来 每个月的水电费 孩子学费都是问题 怎么买月饼 现在恨不得每顿饭就吃一个馒头 今年别说吃月饼那么奢侈了 吃咸菜白粥都成问题了 现实环境先挨住命 一日就两餐中午面条 晚上一点猪肉加青菜 孩子开学还借不少钱 哪还有闲钱去消费买月饼 还有网友说 想想几百块钱一斤的饼 现实中除了月饼还有什么饼那么贵 30块钱一斤的饼都要考虑再考虑 更别说几百块一斤的月饼了 真的是贵的离谱 当生活都成问题时 谁又有什么兴趣关心节日 即使过年也是如此 大陆媒体在报道中说 以往在中秋节前夕 月饼生产线上总是热火朝天 工人们加班加点的赶制月饼 以满足市场的巨大需求 然而今时不同往日 订单量的大幅减少使得代工厂 不得不调整生产计划 以降低成本和减少库存积压 陆媒时代周报援引深圳一家月饼代工厂销售经理透露 往年中秋节前的半个月是销售最旺期 工厂忙得凌晨都在出货 但今年订单量明显减少 工作强度也下降 深圳一家星级酒店餐饮业务的负责人也表示 二季度以来就感受到了市场消费意愿的减弱 去年该酒店卖出13,000盒月饼 今年月饼的销售目标下调到了1万盒 却还是卖不动 广州一大型月饼代工厂的销售经理则说 据他所知因为没订单 有些厂家现在是上三天休一天 隔天就可以出货 一位食品店老板眼看今年月饼生意惨淡 纠结要不要进货 于是就在社交媒体上请教同行 离中秋越来越近了 不知道各位老板的月饼礼盒准备的如何了 如果是往年的话 这个时候我已经在卖了 但今年还在犹豫之中 主要是现在送礼的人越来越少了 或者一些年轻人都在网上买了送回家 记得开店的前几年都卖的特别好 基本上过节一天要卖一两万 有老板买来送员工 学生买来送老师 晚辈买来送长辈 现在过个节能卖几十盒就不错了 各位老板说说你们那边是啥情况呢 有零售店店主在他们的视频下留言 现在月饼能卖几十盒都不错了 去年只卖了不到20盒 今年我干脆不卖礼盒装了 上一年卖月饼亏了一千多 今年说什么都不卖了 本来想开始卖月饼的结果到现在了 也没人找我订过 好像满大街哪都有卖的 估计也卖不了多少 所以不打算卖了 经济完蛋了 所有行业几乎都冰冻了 月饼当然没道理继续红火 就像一位博主说的 大家都没钱了 几百块一盒的月饼买不起了 两块钱一个的自然就卖爆了 今年月饼卖不动了 归根结底是中产和创业公司都没钱了 昨天在电梯里听到一个皮包公司老板说 今年的月饼跟大闸蟹可都是卖不动了 其实去年月饼券和谢卡就卖得不好 没有预期增长 大家还以为是大小年的关系 结果今年还不行 那就只能说是大趋势 明年会更差 月饼本来是中产消费的风向标 属于半钢区商品 老百姓会买了吃或者送礼 公司也会集中采购 送员工送客户 在老百姓这边 五六年前最火的是星巴克的冰皮月饼 还有五星级酒店出的月饼 这些月饼包装精美一盒四个或者八个 好几百块钱属于消费升级的符号 但今年市面上最火的是两块钱一个的月饼 口味也没那么花里胡哨了 就黑芝麻 桂花糖 老百姓也就糊弄一下中秋节的仪式感而已 而企业这边 月饼里喝曾经一度是国产互联网企业 争其斗艳的修罗厂 几乎每年都会作为员工福利 但是这三年互联网裁员几十万人 一人一盒一盒二百块 这里的份额就接近一个亿的规模 现在这一块就连人带饼消失了 而据公开数据 中国整个月饼年市场规模也才二百来个亿 再加上各行各业都是变相降薪 减少员工福利 可知可不知 动辄几百块一盒的月饼 也就最先被抛弃了 其实这位博主没有提到另一个月饼消费巨头 就是体制内人员福利 每年体制内人员到了节假日都是收获满满 食用油大米 当然月饼是不可缺少的中秋节礼品 想当年四川彭州一则七十八万元购买月饼的新闻 可是在舆论厂掀起过轩然大波 据中国大陆媒体2020年9月份报道 当时四川政府采购网的一则公告显示 彭州市经济科技和信息化局购买了2705盒月饼 预算人民币为99万5440元 最终成交价格为78万1745元 每盒价格289元 在疫情最严重的时候 一个市集小小的科技单位 竟然用100万的预算购买2000多盒月饼 其奢侈程度引发公众质疑 不过现在各地政府的日子都不好过 穷的底库都没了 到处都在传公务员连工资都发不出了 大概再也没有这样的底气 如此大手笔买月饼做福利了 对今年月饼卖不动 也有媒体撰文说 随着人们对食品要求的提高 现在人更加注重健康饮食 月饼通常高糖高油不符合 当下人们对于健康的追求 而且月饼更多的成为了一种送人情的工具 在人际交往中 月饼被当作一种礼品来传递 但往往并非出于对其口味的珍惜喜爱 出于礼貌而收下 并不一定会真正享用 这也是导致月饼不受青睐 销售预冷的一个重要因素 不过有博主认为 月饼销售预冷除了大家都没钱了 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大陆民众对食品安全的担忧 你看看月饼的配料表添加剂一大堆 都是说不出来的化学名称 这是月饼还是化工产品 月饼卖不动浅层次的原因 就是因为月饼的含油含糖量太高了 吃多了不利于身体健康 但是我想说这都是瞎说 我们吃的别的不健康食物多了 对吧 你觉得火锅健康吗 烧烤健康吗 所以这肯定是表面原因 真正的原因还是因为食品安全问题 网上传言我们有1万多吨的月饼 本来是出口欧盟的 结果被欧盟全部退回 原因是里面检测出来含有二氧化钛 而且欧盟还不允许在欧盟境内销毁 二氧化钛是什么东西呢 你可以理解为是一种着色剂 加入后显得月饼很亮很好看 但很可能导致基因变异 然而按理说出口到欧盟的月饼标准 应该比较高也是比较好的 就这样还被退回 而且退回了还不让在人家境内销毁 那么我想问退回后会销毁吗 如果不销毁它会卖给谁呢 我们吃的月饼是今年生产的吗 尤其是最近预制菜的问题 也让大家对食品安全的信任度越来越低了 2023年9月27日 星球商业评论在 一批月饼在欧洲遇难一文中指 9月20日专门负责在欧盟内通报各种问题的 欧盟食品饲料类快递预警系统通报说 芬兰在中国出口的月饼里 检测出了严禁添加的二氧化钛 为此禁止这些月饼入境 文章称二氧化钛是很常见的一种食用色素 无色无味也称太白 用于食物可增强视觉上的白色和不透明度 添加历史已超过50年 2021年欧洲食品安全局一项研究得出明确结论 二氧化钛不应再被视为安全食品添加剂 理由是二氧化钛能够破坏人体DNA 据报因添加二氧化钛问题 中国糖果也多次被欧盟拒绝入境 而最近频频爆发的食品安全问题 如食用油各种加工食品等 让人胆战心惊 近日更是有顾客在山姆超市购买的鲜肉月饼中 吃出牙齿引发大众恐惧 如果连外资在中国的食品安全都不能保障 中国人还能到哪里去寻找一口放心的食物呢 一块小小的月饼不但价格高 让普通民众摸着干瘪的钱包无奈远离 还因为隐含着各种安全问题 让人生味放弃 如果说一盒月饼几十元几百元 老百姓觉得贵 那么几千元甚至几万元呢 中国某品牌出过一款月饼售价 一万两千八百八十八元 还有一款鱼翅鲍鱼月饼售价 五千八百八十元 河南郑州一品牌 一款月饼售价八千八百元 最终引发中共四部门联合发文 将月饼价格上限 规定在不超过五百元一盒 即使是五百元一盒的月饼 也是天价 自然也和普通人没有一点关系了 只和资本权有关 中国资本最大的能耐 就是可以将任何一种东西 变成金融圈的狂欢 比如茶叶 比如月饼 曾几何时 中秋佳节已经变成了金融狂欢日 资本将月饼的食品属性 转换成月饼券的金融属性 然后精准拿捏中国人的人情社会 有人说这样的满级操作 连华尔街大佬们看了都要感叹一句 我们搞科技人家卖空气 X账号博主老蛮说 月饼这玩意儿近年来已经发展为期货 主要用途是行贿 行贿人买下一张月饼票 也就是期货送给受贿人 受贿人拿去回收兑换 也就是期货结算 中间的差价就是月饼生产企业的利润 在此过程中 月饼根本不需要生产出来 现在经济猛烈萧条 各行各业的行贿需求随之剧烈萎缩 月饼期货规模因此出现脚踝斩 这斩掉的全是利润 相关食品类企业因此狼狈不堪 事实上茅台也是这种情况 一位抖音博主详细解释了 月饼被赋予金融属性的手法 这两年月饼不再是一盒盒拿来吃的食品 而是变成一张张可以在市场流通的券 比如说商家只做了一万盒月饼 价格可能只有80元 然后会印10万张价值498的月饼券 对外宣称 凭券可以领到市面价498的月饼 然后10万张月饼券 以每张400块的价格卖给代理商 代理商再以原价498的价格卖给消费者 消费者中秋送礼不用提着月饼 直接给对方送券就行 又隐蔽又方便 收礼的人手里的券多了之后 也不能真的去领月饼啊 所以这个时候收券的黄牛就出现了 回收一张300元 黄牛拿到券之后 再以350的价格卖给商家 整个过程月饼没有出现 一张券在中国的人情社会里赚了一圈 最后又回到商家手里 商家400卖出去 350回收赚了50 代理商400拿券 498卖出去赚98 黄牛300收券350卖给商家赚50 收里的人也将月饼券变现成了钱 看上去皆大欢喜 花498元买券的人看起来是唯一的一个冤大头 但他送了人情就是一个愿打一个愿挨 这样的魔幻操作本来已是炉火纯青 没想到经济寒冬来了 金融月饼这张牌也被打得稀烂 经济不好卖不出去的不仅仅是月饼 还有雄距中国市场多年 价格一路飙升 还一平难求的贵州茅台 中秋节日渐临近 原本是茅台等名酒的销售旺季 今年却出现了异常情况 不但市场冷清 而且连续降价 就连人气最旺的飞天茅台系列也不例外 9月6日今日酒价披露的最新参考价显示 2024年飞天茅台散瓶批发参考价为 每瓶2365元 原箱批发价已降至每瓶2595元 跌破2600元大关 山东济南一位烟酒店老板对海报新闻记者表示 茅台酒的价格回不去了 再也回不去了 该老板表示 当日他门店的原箱茅台卖2600元每瓶 较半年前2800元每瓶的行情价格已下跌200元 其实就是正常的节钱放货 但是今年同往年不一样 今年销量不佳 货多需求少 价格就上不去了 一位常年经营茅台酒的经销商表示 今年的中秋可谓是惨不忍睹 茅台价格破天荒一降再降 现在都是降了一个礼拜左右 销售估计连去年的一半可能都达不到 再也找不到以前那种不停接电话 不停发货 连吃饭的时间都没有的那种感觉了 我坐茅台十年了 从来没有出现的一种状况 今年的市场太难了 事实上不仅是月饼茅台酒 进入八月以来各行各业都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 一上市就烂市 这个就是今年月饼的行情 冰皮 流心 蛋黄酥无一例外 还有就是开水果店的 你会发现什么都卖不动了 每日迎来的不是惊人的利润 而是吓人的耗损 都说进入八月份是淡季吧 但往年的淡季不会说什么都卖不动 就算再淡都会在不同的时间段有一两个爆品 但是今年不管什么时候 一个都没有 2024年的中秋 人们不吃月饼了 都在讨论大环境 有人说从月饼销售他方 可以看到中国经济的未来命运 三五年经济形势不好是周期 而三五十年形势不好就是垃圾时代 毫无疑问今年的中国 已经来到了一个历史垃圾时代 社会需求下降是趋势性不可逆转的 随着出走的人越来越多 出生的人越来越少 未来三十到五十年需求都会急剧萎缩 这涉及的将是每一个行业 每一个家庭 每一个人 好感谢您收看会眼看中国 欢迎订阅关注我们的频道 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